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最近,尼日利亚的一位商人以惊人的31万美元每一派的价格接受了派币的支付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这不仅标志着派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也预示着数字支付可能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派币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加密货币 其价值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飙升 然而,尼日利亚商人以如此高的价格接受派币支付 这无疑是对派币价值的极高认可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派币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 此外,这一事件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通过派币支付,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购买手机配件等商品 这种新的支付方式不仅快捷,而且安全无疑将改变我们的购物习惯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派币的风险 虽然派币的价值在不断上涨,但其价格波动性也很大 因此,我们在投资派币时必须谨慎行事,做好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,尼日利亚商人接受派币支付的事件 无疑为我们揭示了数字支付的未来趋势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机遇,应对挑战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